高雄一名四個月大女嬰 死亡沒有通報 調查發現 母親把孩子 單獨留在家裡 女嬰疑似被餓死 而這名媽媽社犯殺人罪嫌 已經被裁定擠壓 高雄大社寧靜的這處社區 日前發生女嬰遭餓死案 三十一歲陳姓單親媽媽 租屋在此 疑似照顧疏失 鄉四個月大的女嬰 獨自留在家 直到六天後才被外界發現 已經死亡 據瞭解 陳姓女子 有兩名女兒 分別是一歲半和四個月大 今年五月因為經濟問題 經通報列為脆弱家庭 由社會局協助租屋 經濟補助和梅河托育服務 九月初大女兒班上有 常病毒疫情 停止送托八天 連同小女兒也請假 但後續她又以不同理由 再向托嬰中心請假 直到中秋節過後 也沒有送托 二十三號經托嬰中心詢問 才告知女嬰已經死亡 發現該嬰兒已死亡多時 檢察官同時指揮警察到現場採證 並查扣相關手機證物 在傳喚生母到場 經檢察官訓問被告後 任被告犯殺人罪嫌重大 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曾姓女子不明原因 涉嫌將女嬰毒留在家 面對警方訓問 也只說女嬰出現食慾不佳情況 社會局介入後 已將一歲半大女兒緊急安置 檢方依涉犯殺人罪嫌重大 向法院生涯禁見獲准 記者李帥 孟昭全 許正俊 高雄報導